PS5有哪些必玩游戏?第二批 推荐几个大家都说好的 但多少有点争议的游戏 第一款,蜘蛛侠2 索尼的招牌游戏 PS5独占游戏 这游戏画面、声音、玩法、演出、游戏体验 比前两作都有一个维度的提升 如果你有不错的电视和声音系统 那游戏的体验还会有加成 蜘蛛侠2它也是叫座的游戏 发售两个多月卖了1000万套 现在二手盘还要400块 第二款游戏,荒野大标客2 虽然它是个老游戏 但是它是个好游戏 如果你没玩过多少有点遗憾 游戏的画面很震撼 玩这款游戏有点像欣赏一部老电影 游戏难度不高 就是节奏有点慢 游戏的文字量比较大 需要慢慢体会不能着急 游戏自发布以来 总销量突破6100万份 推荐买实体盘 现在全新中文是140块钱 两张光盘还带一张地图 第三款游戏 地平线2,西枝绝境 这款游戏曾经被称为 本世代最强画质的游戏 它也是索尼第一方游戏 游戏画面非常好 像材质,光影,建模,场景 无可挑剔 游戏手柄的体验也十分出色 游戏的优化也很好 稳定流畅,加载快 缺点就是女主不够漂亮 对于某些玩家来说吸引力不够 比如说我 第四款游戏,赛博朋克2077 这游戏一波三折 一开始过度宣传 媒体给的评分很高 但发售之后 bug满天飞 甚至索尼都把2077给下架了 但经过两三年的更新和完善 现在赛博朋克2077 已经是个成熟的作品了 关键是现在价格还不贵 全新的PS4版才120实体盘 而且也是两张盘 2077的PS4版 可以免费升级到PS5版 赛博朋克2077这款游戏的总成本投入是4.5亿美元 全球总销量超过3000万份 游戏年龄分级18家 各位注意一下 第五款游戏 霍格沃兹之一 这是一个哈利波特的游戏 但是里边没有哈利波特 也没有伏地魔 游戏发售不到一年 卖出2200万份 看来全球喜欢魔法 喜欢哈利波特的玩家还真不少 在这个游戏中 你就相当于哈利波特 从一开始的体验是一模一样的 在霍格沃兹学院学魔法 施展魔法 结交好友 战斗解谜 所以呢 这算是一个粉丝向的游戏 上面推荐的这几款游戏 是既叫好又叫做的游戏 而且都是开放世界的游戏 如果大家喜欢 我还会更新PS5必玩游戏推荐